好 主播 今天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國立師範大學的公館校區 我們稍早接收到最新的訊息 也就是師範大學的第一男子宿舍 裡面的浴室是因為稍早的強震 完全的倒塌崩落 我們也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並且跟同學拿到了我們的最新的畫面 也就是他們自己用手機在浴室裡面拍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浴室 包括這個洗手台 新鋼架 還有一個浴室隔間 各種的建築材料是已經倒塌成了一片 可見剛才強震的威力 真的已經造成了不小的衝擊 此外我們也掌握到五樓的廁所 也是有青鋼架掉落的情形 我們也訪問到剛才宿舍裡面的 這個學生會長 他表示好險 因為這一週是期中考週 因此都沒有同學在洗澡 而且正好也是吃飯時間 所以沒有人在上廁所 所以不幸中的大幸事 雖然這個浴室我們可以看到 狼藉一片倒塌的非常嚴重 但是都沒有任何同學受到傷害或傷亡 這個我們可以知道 雖然說這個斯大已經倒塌了非常嚴重 那因為今天我們中午的時候 大概是瑞士規模6.1 這個台北市的震度大概是4級的地震 可以如果有在上班上課的民眾 都可以感到非常強烈的震度 因此也可以看到我們斯大 第一個已經傳出的災情 也就是他的浴室完全倒塌成一片 洗手台 青鋼架 天花板 全部的材料都已經狼藉一片 以上是現場最新的連線情形 將時間鏡頭轉給旁內主播